大家好 我是張瑤 今天先來聊一聊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旗 現身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事件 因為獨立廣場 這可以說是烏克蘭人民追求自由民主 追求獨立 要擺脫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前置 控制的這樣的一個聖地 那早在當初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的時候 烏克蘭人民就在這個獨立廣場上 建起獨立紀念碑 那碑頂就是烏克蘭人的大地女神 那這名大地女神當然來庇護烏克蘭 庇護新生的烏克蘭獨立的國家 那在後來 這個獨立廣場更是成為烏克蘭歷次 追求自由民主運動 擺脫俄羅斯的影響的 這樣的一個中心地點 譬如說2003年 當初呢 俄羅斯支持的 親俄羅斯的候選人 亞努科威奇 以選舉舞弊的方式 宣稱他贏得了 當時的烏克蘭選舉的勝利 但是呢 無論是烏克蘭人 還是在烏克蘭的觀察家 包括來自海外的觀察家 都非常明顯的看到 說這裡面有選舉舞弊 而且是由俄羅斯所指使的 俄羅斯插手的選舉舞弊 所以當時烏克蘭人 當然非常憤怒 烏克蘭人就以佔領獨立廣場的方式 發起遊行示威的活動 那最終呢 使得烏克蘭的最高法院宣布 這個選舉是無效的 因為有選舉舞弊 那重新進行選舉的結果呢 就是由親烏克蘭 秉持烏克蘭價值的 這個候選人 取勝 俄羅斯支持的 亞努科威奇失敗 那一次呢 被稱為是成色革命 也是 中共非常害怕的 顏色革命的一部分 但是當然在成色革命勝利之後 那烏克蘭仍然處於 親俄羅斯和親自由民主的 這兩個不通的民意 仍然在較量 那最終亞努科威奇又一次勝選 那在那一次亞努科威奇 當了烏克蘭總統之後 他就要把烏克蘭 帶入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當時他呢 不跟歐盟簽貿易協議 跑去跟俄羅斯簽貿易協議 那烏克蘭人認識到 當時局勢的危險 那當時烏克蘭人 當然非常 焦急 憤怒 而且呢 烏克蘭人知道說 如果這個時候 不阻止亞努科威奇 烏克蘭就 就可能 徹底的就走向俄羅斯的 附屬國的 這樣的一個道路 那所以烏克蘭人呢 勇敢的出來 上街抗議 也是以佔領 獨立廣場的這個形勢 那最終烏克蘭人民 付出生命 鮮血的代價 那把亞努科威奇 趕下台 那最終呢 是使得亞努科威奇 流亡俄羅斯 但是呢 由於說 這些年來 俄羅斯 無論是 以選舉舞弊的方式 還是後來 以控制一個 親俄羅斯的總統的方式 都沒有成功的 控制烏克蘭 那最終 普丁 他就悍然發動了入侵 他在2014年 這一次的這個 親歐盟的示威運動 烏克蘭的勝利之後 那普丁呢 就悍然入侵了 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 那現在呢 更是全面的入侵了烏克蘭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正是因為 在獨立廣場上 烏克蘭人一次又一次的 以鮮血 以汗水 捍衛了烏克蘭的獨立 捍衛了烏克蘭的民主自由 那普丁 實在是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能夠把烏克蘭 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時候 那普丁現在發起了 終極的這一場 侵略戰爭 那我相信普丁最終 仍然會以失敗告終 仍然會以失敗告終 所以呢 在這樣一個 烏克蘭人民的勝地 烏克蘭首都基辅的獨立廣場上 出現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旗 我覺得是一件讓人非常 新潮澎湃的事情 那當然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旗 不是單獨出現的 那這是一個 整個烏克蘭人民 對於全世界跟烏克蘭 共享自由民主的價值的國家 發起的呼籲 發起的請求 那烏克蘭人說 那請求這些世界各國 來給烏克蘭提供軍事上的援助 和人員上的幫助 那在這些國旗中 當然除了中華民國台灣之外 當然有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世界各國 但是沒有共產中國 沒有共產中國 所以說 烏克蘭人民是很清楚的 就像烏克蘭的國會議員也好 這些市長們也好 多少次向台灣表達的 說烏克蘭人很清楚 誰才是烏克蘭的真正的朋友 誰背棄了烏克蘭 烏克蘭人民是很清楚的 所以說請求幫助的時候 會來請求中華民國台灣的幫助 但是絕不會去請求共產中國的幫助 那台灣有沒有提供軍事上的援助呢 台灣政府沒有 台灣政府做了很多很多別的方面的援助 從開戰一開始就運送了27噸的醫療物資 後來運送了接近600噸的從民間募集的人道救援的物資 包括說台灣人民捐了3000多萬美元 那無論是給到周邊國家幫助烏克蘭難民 還是直接的捐贈給烏克蘭的這些城市 包括捐贈給烏克蘭的醫院 捐贈給這些幫助記者們的組織 那種種種的烏克蘭的 這個台灣的這些人道主義救援 這些重建的幫助 都源源不絕的進入烏克蘭 但是沒有軍事援助 目前台灣政府還沒有進行軍事援助 但是台灣的民間 台灣的民間在給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那這個烏克蘭追求自由民主的這樣的一個NGO組織 那專門最近才設立的台灣加烏克蘭論壇 那他們就發布照片顯示說 那來自於台灣的防護衣啊 防彈衣啊 這些個人防護的裝備 頭盔啊 很多裝備都已經進入了烏克蘭 那烏克蘭人也手持啊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旗 上面還寫上台灣的英文的字樣啊 還畫了台灣的地圖啊 來表達對台灣的感謝啊 對於台灣民眾啊 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的感謝啊 所以說是有軍事援助的啊 只是來自於民間 而不是來自於台灣政府啊 那但是啊 台灣政府對於烏克蘭 尤其是現在對於烏克蘭重建的幫助啊 那也當然啊 那烏克蘭政府是非常非常的感謝的啊 雖然說 嗯 那澤倫斯基總統啊 他作為烏克蘭的總統啊 他有種種的啊 關於共產中國的啊 關於國際形勢的啊 種種的考慮啊 那澤倫斯基總統沒有辦法 直接的啊 來向台灣表達感謝啊 但是啊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所屬的政黨 烏克蘭人民公僕黨啊 大家聽到這個名字啊 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很像啊 共產國家的政黨啊 其實啊這個這個名字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當初啊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為什麼能夠成為烏克蘭總統啊 就是因為他出品了一個 一個電視劇啊 這個電視劇是一個諷刺啊 當時烏克蘭政壇上的種種啊 這些讓人比較失望的狀況的啊 這樣的一個喜劇電影啊 喜劇電視劇啊 那這個電視劇呢 裡面的這個政黨啊 就是人民公僕黨啊 人民公僕黨啊 結果這個電視劇非常的受到歡迎啊 那後來呢 整個的這個電視劇的這個製作的公司啊 包括澤倫斯基本人啊 他們呢就乾脆啊就進軍政壇 就進軍政壇了啊 所以說呢這個政黨的名字 也就成了這個電視劇裡面啊 當時的這個政黨的名字啊 所以叫做人民公僕黨 那這個人民公僕黨 現在的這個領袖 應該是他們的黨主席吧 那他呢 就直接在推文中 在這個社交媒體的發文中 表示啊對於台灣啊 參與烏克蘭重建的感謝 那他特別的指出的就是 最近啊台灣捐贈給 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以及其他四個前線城市啊 這五個城市啊總共捐贈了400萬美元 那他提起的是這件事情啊 那表達對於台灣的感謝 並且稱呼台灣為夥伴 說這是烏克蘭的夥伴 那其實之前啊 台灣還捐贈給烏克蘭首都基辅 300萬美元的重建的款項 那我想其實作為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的政黨啊 他們這個政黨啊 官方啊這個明面上面的領袖啊 來發啊這個社交媒體的貼文啊 表達對於台灣參與烏克蘭重建的感謝啊 我覺得你可以說他代表 澤倫斯基的意思啊 我覺得可以這樣去說 因為那無論這個黨的這個領袖 名義上是誰啊 大家都知道這個黨真正的核心 當然是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啊 那不可能說這個黨的這個 明面上的領袖啊 可以在沒有得到總統 澤倫斯基的贊同和支持的情況下 來表達對於台灣的感謝 那我相信這其實就是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的意思啊 但是當然出於國際政治現實的考慮啊 澤倫斯基沒有辦法自己出來說 感謝台灣 沒有辦法自己出來說台灣是烏克蘭的夥伴啊 但是呢是由烏克蘭的執政黨的領袖啊 站出來說這個話啊 來稱呼台灣為夥伴啊 感謝台灣啊 我覺得足以代表 澤倫斯基總統的意思啊 我覺得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情啊 非常非常明顯啊 我相信說不要說等到戰後啊 就是現在啊 我相信在台面下啊 台灣與烏克蘭一定正在進行緊密的互動啊 我堅信這一點啊 這個成果不會等到戰後才出來 我相信現在就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啊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 那這是這些事情啊 那接下來呢 聊一聊啊 現在啊 大家非常關注的關於共產中國的一個消息 就是共產中國在柬埔寨啊 要進行一個軍港的擴建啊 那這個擴建之後的軍港啊 會成為共產中國完全控制的一個軍事港口啊 只有共產中國的軍艦啊 能夠使用 只有共產中國的艦艇能夠使用啊 那可以說是共產中國在柬埔寨啊 建立了這樣的一個 完整的屬於共產中國的軍事基地 那這也是共產中國在海外的第二個軍事基地啊 第一個軍事基地呢 在吉布提議 這是第二個啊 但是這個第二個軍事基地啊 那可以說對於南海啊 對於印太的威脅是極其巨大的 那柬埔寨它就在南海的西邊嘛 它在南海的西邊啊 它威脅到越南啊 新加坡啊 新加坡啊菲律賓啊 包括澳洲啊 威脅到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啊 當然它也威脅台灣啊 它也在威脅台灣啊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大家都有所預期的啊 你可以說不是一個非常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那因為早在2019年啊 那共產中國就於柬埔寨啊 簽署了秘密的協議啊 讓共產中國的海軍的艦艇 可以使用柬埔寨的這個軍港 當時大家就知道說 最終共產中國要建軍事基地啊 這個大家都清楚啊 那當然柬埔寨一直否認啊 共產中國也否認 大家都知道這個狀況啊 那共產中國一貫都是這樣的啊 你包括現在你看到它跟所羅門群島 簽署的這個安全協議啊 那它根本不承認 它要在所羅門群島建軍事基地 但是早晚它會建啊 你看2019年的時候啊 當初啊 共產中國跟柬埔寨啊 簽署這個秘密協議啊 現在啊 這個軍港啊 就已經開始擴建 那所以說 我相信未來幾年 我們就能看到 所羅門群島的軍事基地啊 開始建設 那這當然是 對於整個國際社會來說 是非常 讓人警惕的啊 這樣一個發展啊 雖然說沒什麼可驚訝的 但是呢 也代表了共產中國 在印太啊 地區啊 它啊 又 有了這樣的一個 撬動 印太局勢的這樣的一個基地 那一旦 共產中國發動 戰爭 無論是在南海發動戰爭 還是在台海發動戰爭 那 這都是會對 美國 會對台灣 會對 印太地區的盟友澳洲 都是會產生重大威脅的 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 大家是非常非常緊張 非常警惕的 那 這是這件事情 那關於烏克蘭的戰況 現在烏克蘭的戰況呢 又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那 比如說呢 有些人 認為說 有可能 俄軍 在從 克松地區 撤走一些力量 補入烏東 補入烏東 那據傳說是有三四萬的軍隊 進入烏東 那當然給在烏東的烏克蘭軍隊 形成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說呢 在烏東地區 烏軍的戰鬥是極其艱苦的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一種 舉動 似乎是在克松造成了一個空隙 那烏軍有可能會在克松有所斬獲 那在這一點上就很難讓人 理解說 俄軍到底在做什麼 那你說好歹 克松地區 俄軍已經佔領成功了 那 在烏東地區 無論如何 就是說 是一個僵持的一個狀態 那俄軍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從 克松地區撤 撤出部隊 天往烏東 這個行為實在是令人 費解 令人費解 我想可能是俄軍 承受了普丁非常大的壓力 他必須拿下烏東不可 但是我覺得 如果拿下烏東的代價 是失去了克松 我不曉得 要怎麼樣跟普丁交代 那 也希望說 烏軍能夠在烏東頂住 烏軍的這個攻勢 也希望在克松的烏軍 能夠把握機會 能夠再反攻取得進展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吧 方便的話麻煩你幫我跑一跑廣告 也請你點贊 訂閱和分享我的視頻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